同学写完之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乐透的号码 前七名是哪七个号码 分析结果呢 当然就是128这几个 如果下课经过乐透 头兔战的话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不要有报名牌的协议 因为 再来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是下载到同一个page 同一个工作表 50个page下载到同一个工作表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我把下载的资料 分成50个工作页工作表 而且下载的时候呢 我要能够同时重新命名 第一个page就1 第二个就2 一直在推到50 所以可能你还会需要 学会工作表物件 工作物件呢 其实名称很简单 它就叫sheets 加s 你会发现 只要是复数的一定加s 像rose 像colons 有没有 像sales 这些都复数 因为很多个嘛 它是一个集合 那你会需要学会什么 add add就新增 那重新命名就是点name 名称把它改成i 所以名称的话 新增 然后命名 并且把它加进去 那 如果这边又问题来了 那刚刚的东西怎么办呢 你要呼叫 呼叫 刚刚的sub 然后自己帮你做完 做完放进去 然后再做刚刚一样的事情 不过这可能难度又更高 所以底下的程式 就仅供参考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过年这两周 如果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别的事 就不要追去了 就追我们的课程 追YouTube 然后回去的话呢 追程式 之类的 那做完的效果大概长这样子 就是 如果我希望 可以看到的结果类似 上下就是 我不要全部在一起 我希望呢 新增工作表 一个一个帮我下载 那这边按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一直闪动 有没有 然后一个一个加一个 实际上就是 我加了一个 重新命名 再把下载的东西放进去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50个 所以你会发现 它会一直闪动 闪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又跳回到第一个 第一个就一个配 第一个配群 第二个配群 一直到最后面那个配群 最后面那个配群的话 就是第50个配群 那一直在一推 OK 那当然如果说 你要重新下载的话 可能还需要什么 删除旧的工作表 那删除你不是用手动删 一样 用VBA删 那VBA里面一样 它有一个方法就是Delete 那删的话我会建议 你刚才从后面删回来 反向 所以你会发现 删除的话 反向删除会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从前面删 本来在第二个的删掉之后呢 第三个会往前面第二个 所以你原本应该要删第三个 它因为它跑到前面去了 那你又要再怎么样 再把那个数字要 那个I的值要-1 或者加1 那个非常麻烦 倒不如反向 所以后来我只要删除 用反向的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删除 一键按下去 然后至于里面程式很简单 就是写一个回圈 反向回圈 forI等于最后面那一个 到第二个 这样就 should.delete 它基本上就全部删光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刚刚按一下这个P式新增 你会发现它一直闪动 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 还好只有50个page 如果有500个page的话 那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时候停 所以最好是什么 你需要一个状态条 有没有 跑多少 秀多少 就有点像那个下载进度条 有没有 所以这边我又有一个变化 所以程式永远没写完一天 对 因为你想说 最好是让使用者能够越清楚越好 所以呢 要怎么写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表单 里面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标签 底色就是红色 当我跑一次 我就给它一个长 给它一个宽度 是百分之多少 用计算的 所以按一下它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下载进度 它就一直跳一直跳 当它下载一个 我就更新一个宽度 下载一个就更新一个宽度 这样的话 跑完之后呢 再把它关起来 感觉会更加专业 对 如果这些你都会的话 哇 那这些你可能同事都会 会觉得 这你写的吗 对 对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 那感觉 哇 就很专业度就不一样了 那如果 因为这东西其实后面 真的还蛮难的啦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其实刚刚我讲的东西 的答案喔 全部都在这里 包含就是批示新增这一段 程式真的不多 批示删除的 就是这个 那可能比较困难的是 这个进度状态条 如果你想要做的话 上面都有答案 只是说你要把它做出 答案也在这里 程式嘛 只要把它绣出来 做这些事情 它就会有刚刚的效果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能自己慢慢看 因为这后面的东西 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讲完 所以给各位参考 那如果真的 有同学回去有问题的话 那也可以再提出来 后面算是一个补充 那也算是进阶课程里面 会特别讲到的 所以如果对于那个 再更进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当一个目标好了 因为同学问我说 他适不适合继续报进阶 我跟他讲说 你先把入门课先学好再说吧 但没有说你一定要赶快来报 我会觉得说你要先练 前面的东西再来学 不然的话 可能进度会严重落后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大乐透部分 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开启 那个下一个阶段的范例题 请各位呢 再开那个我们的范例是 请各位再开一下那个 这个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话呢 再开这个检视与参照的范例题 那这个检视与参照 其实最常用到像VILO函数啦 不过其实 你在VILO函数里面的话 还有很多的变化题 除了VILO函数之外 还有很多像 可能会用到像INDEX 不知道根本没用过 或者像那个MATCH 那个什么 MATCH MATCH函数跟INDEX 会搭配 还有像什么INDIRECT 或者是其他OPSET等等的 那这些函数呢 就是VILO函数 没办法帮你查到资料的时候 你可能要改用其他函数 才有办法帮你把资料找到 OK 那这些函数呢 基本上 都叫做 检视与参照 OK 就是这一堆啦 我们要做的事情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 刚刚的部分的话 有新的同学 自己在 可能花一点时间了解工作表物件 包含就是 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跟删除啦 大概很多一堆 那最后会有一个那个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状态条 那个只要你需要 让使用者等待的时候 可能都需要给他一个这样这样的界面 这样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 其实困难度也不高啦 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写出来程式 基本上原则就是尽量程式越少越好 而且那个逻辑越简单越好 OK 先试一下这部分 然后 待会我们再继续看那个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 函数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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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